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今年他如果跑过去投我A组了 好 鞋子 那这鞋子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对我来说不一样 这鞋子呢我是精心保管的 就很脏脏的 因为他陪我跑过台北马拉松去年马拉松 我又带来了 这种跑了很熟的鞋子 很轻便 我觉得不错 鞋垫 好 所以呢很多人觉得你马拉松去年拍的鞋垫 这个鞋垫是简直专业鞋垫 它上面有神奇的语录 这个鞋垫 神奇的语录就是我们 我们做的神奇的语录 具体是什么 非常有意思 在这就不老读了 等着上架吧 对 然后很重要的音乐 对 音乐 然后上次也说过 我会在从10公里后开始停 10公里前 我觉得都还好 到时候不太好的时候 就要靠外在的精神 励志 好 我的腰包呢 也是去年前年我都被一样的 今年我换了一个 就这个高级的鞋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升级了 但腰包你装什么呢 就装能量胶 虽然很多人说半马 其实你的水分流失热量 没有那么厉害 不需要吃 但是我可能是需要心理作用吧 我觉得到一定时候吃了 好像就能跑更远 就允许我吃吧 这块表陪我跑了三个阵 那这次这个小圈圈也要说一下 是这次马拉松 这个非常棒 对 为大家每个人按照目标 打的配速表 对 那么在每一个公里处 完成的时间 我觉得非常好的参考 对 我穿了一个算中强之称的 shaped bra 小小的 这个每年我都会 小小的 就是因为它会很收很贴 所以你会觉得 跑的时候很挺 你的整个身体还是很紧凑的 对 本来也很紧凑 对 高中身的那个bra的话 其实对于长距离跑非常重要 对 所以就是用它了 然后短裤呢 那我选了这个短裤 我今天会再试试 然后我可能会最后决定 然后我可能会最后决定 看颜色的 可以双配 然后在外面我会穿上白T 因为这白T掉的超好 就是这件 对 就是这件 我很喜欢这个白T 我会穿它 然后但是呢 因为这次我们有黄金海岸马拉松的那个背心 对对对 我今天晚上要再试一下 然后再最后决定 女生嘛 出面穿衣服 就要再三决定 跑到马拉松掉 已经想好几天了 好 然后这个就是我要最后穿的很重要 我觉得皮肤衣 因为我这两天 咱们在海叉叉练321 几乎我的鼻子头和 对都晒红了 皮肤衣我觉得还是很好看 我觉得还是很潮的 对 肯定试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跑来会不会 啥啥啥啥啥啥 一直想啊 那么多人都会爬啥啥的 我听了我的music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也很重要 我去年穿的 就是我们叫防静脉区套 对 压缩腿套 真的管用 因为我第一年不太懂 然后草草的就上场了 然后我的小腿肿胀了好一天 然后第二年开始穿的话 真的第二天第三天 小腿都还挺好 所以红军过草地 都有那个绑腿 就是这个用 我以为是防蚊虫的 她呢我大概就说完了吧 然后就是 袜子呀 然后头圈啊 然后防晒啊 我觉得这都是女生 最基本的用品吧 因为今天正一站呢 我就不好意思讲太多 因为现在很low 听专业先生 我们来听区华先生 准备的东西 行行行行 这样子说吧 就是明天的马拉松呢 它是从七点开始的 一般赛前呢 全马是七点 全马是七点 对 然后我会提前两个小时 应该吃早餐 然后这样的话 给予身体比较多的时间去走 还空 这样你在考试的时候 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一般早餐的话 我这边就是会喝一咖啡 然后给你提供足够的咖啡 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呢我也会吃一点简单的碳水 比如说像一片土司面包 然后加一个香蕉 另外的话 会吃一个CAA的那种腰片 可以就是不让肌肉分解吧 因为你做长时间的那个有氧品 我也不喜欢吃肌肉分解 OK 我发现肌肉会分解 正一姐这高的养生学生 各种的对 这个养生甜品 我本来没有吃过 听他一说好像不吃我的肌肉 就会融化了 然后鞋子的话 我这个是也跟我跑了很多场比赛 然后一般鞋子的话 我会在选的时候 会选比我的鞋码会大 一码或是一码半 因为你跑长距离的话 你的脚会肿胀 这样的话 大一点的话 你的脚趾不会戳到前面 就导致你跑完之后 脚趾会浴轻 然后呢就是鞋面一样的 就是会有一些核心精神的一些文字在上面 对这个等会儿就等精品上市吧 压缩的袜子和压缩的腿套 这个怎么穿 插出那里面 对我会选择一下当你穿 跟我一样 哎呀 这是吧 也是这样 我是配粉色的还是配黄色的 对 其实有时候我会两个都一起穿 因为 其实像压缩腿套的话 除了颜色比较好看之外 另外就是 它会给到你的四肢的一些末端 比较好的压力 帮助你的血液 比较顺畅的一些去循环 这样的话可以去缓解就是乳酸堆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一个叫冰骨带 因为我之前跑步的时候受过伤 所以说 这个左膝呢 还是会一直会有一点疼 所以在跑长距离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冰骨带是绑在这儿 就防止这个膝盖 我去年用过BB的冰骨带 就觉得真的有用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脖套 热不热 脖套的作用就是防止说 如果说太阳比较大你的后 就是脖子这边会晒伤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太阳比较大的话 会戴口套 然后就是一个臂带 这样的话就是又比较酷炫这个颜色 我是都会把手机放在这里面 因为你没有它漂亮的肌肉 就是腰包的话我就会放一些 就是一些健康补给类的一些东西 你看它的就明显的比我的大 放两倍 因为它是高低养生物 这边呢就是一些在运动过程中的一些补剂 这个的话就跟那个化解一样是能量胶 能量胶 能量胶的话它里面含有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氨基酸 我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咖啡因过敏的话 如果能量胶的咖啡因是一定不要吃的 对这个会发生可怕的腹泻 对这个我有惨痛的经历 我喝了三倍这个咖啡因的那个 就后来就不在过程中停顿了量 OK 其实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它因为它有一些是没有咖啡因的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可以就是 我当然不知道 第一次跑吧 就是觉得三倍咖啡因有三倍的力量 另外就是很多人会问就是 一般在什么样子的一些时间段 吃那个能量胶 一般是像我的话 我是每隔一个小时会补充一个 它能量的话会在15到30分钟 充分发挥出来 所以就是你自己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计划 对 然后这是一个酷酷的一个运动眼镜 跑步的 跑步的 对 头戴当然是一定需要的 她姐姐头戴女皇这一天她天天在这头戴 原来头戴很好看 跑完之后我可能想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用的 这是帮助肌肉酸痛做一些缓解的 所以明天就给我涂抹 对对对对 就是跑完之后呢回到房间 先是要用凉水去冲你的双腿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缓解乳酸反应 然后涂上这个就非常非常冰凉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尽快的恢复 你看看今天这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给我们准备 有这么辛苦吗 这个节目我早上我就快准备啊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跑步 跑步 跑步说明 帽子的话我也会戴 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晒嘛 另外就是我也碰到过雨战 所以说帽子非常重要 有时候可以帮你挡掉一些就是阳光 另外就是一些雨水 对对我们在台湾那次就是先是下雨 后来就是太暴晒 帽子真的我觉得太重要了 真的太重要了 而且帽子戴得比较帅气 对对 不会让我说我硕大个痛脑吧 对 那我们现在都介绍完了 感觉到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 对对对 所以对专业人士还是专业比赛 还是要敬畏的把功课做做 就预祝我们跑出好成绩了 工作人员 加油 加油 等着你的成绩了 等到摩叔的时候 这种大成绩都出来了 然后最近跑得怎么样 穿上学就这种多好看 大家会知道的 那好 拜拜 拜拜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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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多一四 二三 三 一二三 二三 一二三 一二二 一二二 太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